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主角 杀破狼 贪狼 古天乐 古天乐时隔出道二十几年 终于斩获两个影帝的好消息 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不过当时给古天乐颁奖的刘嘉玲 却在宣布获奖名单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当晚刘嘉玲身着一袭黑色吊带晚礼服 把好身材也是展现得一览无余 特别是晚礼服的前面采用大胆设计 使得刘嘉玲也是俗胸半路 可能是衣服不太合身的缘故 当刘嘉玲作为颁奖嘉宾 从后台走到颁奖台的时候 衣服的肩带就已经掉下来了 刘嘉玲应该心知肚明 但毕竟这是非常大型的挽回 这时候再弄肩带也是相当的不合时宜了 所以他本着几十年演员的素养 也是储乱不惊地继续说道 今天入围的男嘉宾演技都非常棒 让我们一起看下入围的几部电影 而这次的影帝也是出乎意料地终于被古天乐拿走 毕竟出道了25年 演过上百部电影 可以一直都与影帝失职交臂 所以当听到影帝是自己的时候 古天乐也是非常激动 激动之余 古天乐估计等着一刻也很久了 于是赶紧上台领奖 而古天乐上台后的表现也是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称赞 毕竟现在颁奖嘉宾刘嘉宾衣服肩带滑落 也是有点春光无限 如果这个时候古天乐一个不注意 撇到刘嘉宾的肩带周围 一定会被众多媒体拿出来无限放大 然后肆意报道 不过古天乐的表现却非常绅士 上台后首先礼貌性地拥抱了刘嘉宾以示感谢 接着就开始发表获奖感言 而这个时候 刘嘉宾也是意识到了自己艰巨的任务 圆满完成 于是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慢慢地把肩带弄上去了 所以古天乐的表现也是让很多网友赞成 毕竟他就是一个证人君子 全程淡定毫无非分之想 也没想过一宝眼福 实在是有点难的 而这两个期待已久的影帝 也可以说是古天乐这些年来 一直专心于慈善事业的最好回报